下面我们开讲本章最难的一个高潮点 限制性股票的股权激励的会计处理 这个难点到什么程度啊 听完这个点基本上都是有牙疼的症状 就是觉得牙好像不知道是哪儿特别疼 就疼得牙疼 难到这种程度的话呢 应该算是一个极致 而且从注册会计师的考试风格来看 限制性股票年年出大题 变得太冷知道吧 年年出大题 甚至出过综合题太过分了 现在这个注冠考试完全变成数奥题 就是往死里出 你哪儿不会 你哪儿越疼 我就越在哪儿出 不是牙疼吗 专出牙疼的题 这块我们讲的一个是慢 另外的话呢 多做题是唯一的办 做的多了就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第一次我在接触时也觉得很别扭 做多的话呀 哎呀简单的很 不就是限制性股票吗 不就是解锁吗 上 来个题 甲公司是上市公司 采用授予职工限制性股票方式 执行股权激励计划 在19年初 以非公开方式 向100个高管 每人发行10万股股票 每股的面值1块 报价6块 等着啊 这是多少股 1000万股 每股卖多少钱 6块 筹错了多少钱 6000万 这不就发股票吗 有啥好说的 注意啊 这股票几乎是半送 因为它的发行价只有每股6块 它的市价比它高得多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个股权激励 当天100个高管全部出了钱买了 花了6000万 甲公司履行的相关增值手续 这一天的单份的股票的这个公允价 就是你这个美股不是认股价是6块吗 这个价钱很便宜 那么它这是一个典型的这么一个激励政策 单份激励的报价是6块钱 单份报价激励6块钱 就大概能够推导出它的单股的市场价是12块钱 也就是说你掏一半 这股票就卖给你了 这不就是优惠吗 人家凭啥优惠啊 别着急啊 说好了 说你这个股票啊 现在是发给你了 但现在不归你 应该说呢 必须得满足规定条件之后 这股票才算真正属于你 啥条件 看这个激励计划 说这个高管从19年初 必须得干购三年 三年是哪三年 说的 19年是一年 20年是一年 21年是第三年 干购三年 从22年出股票解锁 那就等于说呢 刚才这个三年期叫等待期 也叫解锁期 在三年之内 股票不能解锁 只能够明议它是你的 但是你没有资格把它卖掉 或者真正变成你自己 中间要离职总办 原价赎回 在整个的解锁期内 所授予股票 不能上市流通 不能转让 不能换钱 激励对象 因获售限制性股票 拿到的现金红利 由公司贷管 最后解锁是一块给 没有解锁怎么办呢 中间跑的 这个的话呢 红利在这儿 是不给的 这叫现金红利可撤销 我们待会还要说一个不可撤销 这个题是可撤销 怎么叫可撤销呢 就是回购这个时候呢 应该扣掉 它已享有的这部分红利 那在这的话 这个红利到底是怎么个操作 我再说一遍 这个题的操作是现金红利可撤销 什么叫可撤销呢 你没有最终解锁 这红利没你的份 解了锁了 红利才有你的份 什么叫现金红利不可撤销 就是不管解不解锁 只要在你的这个持股期内 这红利都有你一份 那叫不可撤销 我们这个是可撤销啊 走 19年度 五个人跑了 估计三年中离职总计达到十个人 当年的分红是一股一块 20年度又跑了两 未来的跑的总数调整到八个 当年分红是每股一块一 21年度 这第三年 没人跑 分红是每股一块二 现金红利啊 我们假定他这个跑的这一样 都是在年底突然跑的 为什么年底跑 他要年初跑 注意啊 这时候红利就很难麻烦 你红利到底是卡在他的跑之前 还跑之后 这很麻烦 我们假设都是年底跑 这样的话 当年分红他都有份 就这意思 我说的都有份 就是有他这一份 当然撤销不撤销 另说 我们先做最简单的 发股票这一项 发股票嘛 借银行损款六千万 带股本一千万 溢价五千万 借银行损款六千 带股本一千 带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五千 正常 关键是后边这个有意思 借库存股六千 现在其他应付款六千 请问库存股是个什么东东 库存股是 股本加资本公积的背底项 这么说吧 他是负责冲这个股本和资本公积的 那就说 我这发股票 这不增了股本增了一家吗 马上他再做一个冲股本和冲一家的 那等于说呢 打打别斗 你你把它穿起来 穿起来 穿起来 把它合在一块 合在一块 这等于没有 知道不 你知道带了个股本 带了个资本公积 又借了个库存股 这不都是六千吗 那最终连在一块的是 借银行送款六千 带其他应付款六千 我说的再通俗点 这根本不是发股票 这是向高管借钱 借银行送款六千 带股本一千 一家五千 同时借库存股六千 带其他应付款六千 真正连坠在一起的是 借银行送款六千 带其他应付款六千 本质上这件事的业务 发行限制性股票 就是向高管借钱的本质 等待期总办 先走 费用 头一年跑了几个 头一年 他说都跑了五个 预计总跑人数会到十个 那就是一百减十 乘以一人十万份吧 单份供应价六 三分之一进度 代价是一千八 因为他是全结算股本支付 正常走管理费 借管理费 代资本公计一千八 搞定 咱把这个费用先做完 待会再单说红利 到第二年呢 跑剩下九十二 然后十万份 一份六块 三分之二进度 减去一千八 追认的是1880 借管理费用 代资本公计1880 正常 到第三年 跑剩下九十三个 哎 减五减二是啥意思 是这样的 你看第一年跑了五个 第二年跑了俩 第三年有人跑吗 没有人跑 没有人跑 这样的话呢 就是九十三个嘛 九十三个 一人十万份 等着算一下 九十三 九十三 乘以十 一份六块 总代价5580 减去1800 再减去1880 追认代价是19动动 借管理费 代资本公计19动动 这个费用好算 全结算股份之后 咱们算的已经很油了 这个很容易算 现在最恶心的是 红利和回购怎么办 你看这块 我要语速非常慢 注意听 我们开始 说19年分了多少红 19年一股分的是一块 然后他说了 预计未来解锁多少股 预计未来解锁 看 九十个人 一个人十万份 十万股呗 这是九百万股 一股分一块钱 这是九百万的分红 也就是说呢 先算出未来要解锁的 那个股票的分红 那就是九十个人的 每人十万股 是未来可以解锁的 他的股票对应的红利 是一股一块 九百万 借其利润分配 代价应付股利九百 然后同时借其他应付款 代库存股九百 把它对冲 为什么对冲 你先别说为什么 你就知道这么做就行 借利润分配 代应付股利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 代库存股九百对冲 这是指的未来可解锁的部分 在当年的分红量 那不可解锁怎么办 不可解锁的几个人 十个人 一日多少股 十万股 一股一块 一百万 直接借其他应付款 代应付股利一百 这是那个不可解锁的 预计十个人的 一百万股的 每股一块钱的分红量 借其他应付款 代应付股利一百 相当于他把这个其他应付款的一部分挪到了应付股利 来来来 我们看看他这个年底赎回多少 赎回了五十万股 因为他是五个人跑了 一人十万股 总共五十万股 赎回的分路 借股本五十 借溢价二百五 代库存股三百 这是他的这个赎回 然后呢 你得给钱 给三百对吧 怎么是三百呢 五十万股一股当初的发行价是六块 三百万银行存款 三百万银行存款的话 充谁 本来应该是充其他应付款三百 这为什么还弄出一个五十的应付股利呢 是因为 有五十的其他应付款 转到了应付股利 最后的话呢 以应付股利的方式的充减 来完成他的 这个所谓的赎回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我退给你三百 但是这个期间的红利 没你的份 没你的份 他 这干嘛要写应付股利呢 我只是在 负债的形式上 从其他应付款里面 拨出一部分到应付股利 最后我还的了三百 其实不是给你分红 是还你当初的任股款 这就还三百嘛 只不过呢 二百五充的是其他应付款 五十是当初你从这儿 转到的应付股利 把它充掉 既然红利可是没给 因为它是可以撤销的 我就觉得这个账 有点画舌天锁 那你干嘛导着一下呢 你导着一下呢 有啥意义呢 不清楚 他为什么要导着一下呢 反正他这个退钱的话呢 三百钱是肯定要退 我们一般认为 其他应付款退三百不行了嘛 但由于他把其中的 那个红利部分 挪到了应付股利五十 最终退的话呢 其中充应付股利五十 充这个其他应付款 十二百五 很多同学误认为 这不是给了红利吗 没有 没有给红利 红利并没有给 只不过呢 他把这个给钱的这个负债 表现成两个负债了 就给了三百 到二零年 二零年分红多少 1.1美股 看看预计未来可解锁的是多少分红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是一百减八 九十二个人 一个人十万份 一份对应的红利是两块一 这是到第二年底累积的 未来可解锁的这些人的分红量 减去上次确认过九百 追认1032 上次的九百是谁 就这个 你上次是不是算过一个 什么19年预计未来可解锁的 这个股东的持股的分红 对 这是确认过的 然后现在的话呢 等于说我先算出 到第二年底 预计未来可解锁的九十二个人的十万份 乘以十万 然后呢 相当于九百二吧 就九九九九百二 九百二十万股 九百二十万股 一股两块一 为什么两块一呢 连续两年分红 第一年是一块 第二年一块一 然后减去确认过的九百 我要追认1032 借记利润分配 代记应付股利 1032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 代库存股1032 套路和刚才一样 恶心在这 注意啊 未来不可解锁的可咋整 你还是借其他应付款 代库存股利 但这个额度怎么算呢 先用八个人 这是总共的预计跑的总数 五个人是跑过了 剩下几个人 三人 三人一人十万股 三十万股 三十万股 一股对应是 两块一的红利 等啊 两块一乘以 三人乘以十 这是六十三 就是我要调到的是六十三 我要调到六十三 但现在是这样的 你曾经在上次先调过一百 后来转了个五十 知道没有 怎么叫先调一百 就转了个五十呢 你看 是不是先调了个一百 上一年 然后马上这时候转了个五十 这就说明 有多少没有真正回 输 五十 先调了个一百 然后转了个五十嘛 转五十说的应付鼓励啊 在这的话呢 这就是转剩下的五十 我要调到六十三 减去转剩的五十 我要追调十三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应付鼓励十三 是这么玩的 再来 又来 赎回多少 这次赎回俩吧 应该是 没错 俩人 俩人的话呢 你看啊 先说这个最简大的 借古本 二十借一 加一百 带库存股一百 这个最好做 关键是退前退一百 你借的应付鼓励 是这俩人的 十万股的 两块一的分红的 充应付鼓励 四十二 然后其他应付款 充的是七十八 其实他退就是退一百 只不过的话呢 他把这个负债 分成两块 应付鼓励 是从这摘出来的 这不是 这样的话呢 其他应付款 就剩下的 我一直不太理解 他为什么要这么分解 这样分解的话 实际上是比较复杂一些 那你二一年的 就最后这把 最后这把 哇 又分个一块二 是吧 这是他总共解锁的 最终的红利 是这么多 一加一块一加 一块二 乘以多少人 九十三个人 一个人 一个人多少份 十万份 这是多少 这是三零六九 减九百 减去 一零三二 落的是一一三七 这个套路都一样 借记令人分配 带进应付鼓励一一三七 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鼓一一三七 这是未来可解锁的 这是未来不可解锁的 注意啊 未来不可解锁的是零人 为什么零人呢 你上次 跑了两 上上次 跑了五个 最后他这个第三年 是没人跑 在这种情况下 相当于 我们在第三年 是零人不可解锁 那么他要调到的是这个书 调到的这个书 零人不可解锁 要调到零呗 问题是 你曾经调过多少 曾经啊 曾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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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为水 曾经难为水 我们先从这往前追一下 你看这次是第二年是调到六十三 调到个五十 所以说呢 追了个十三 相当于是不是调到六十三了 调到六十三的话呢 在这儿 你等着啊 我给你数一张 零 上次调到六十三 但上次的话呢 这把赎回的兑现是多少 上把赎回的兑现多少 上把赎回的兑现是四十二 这是剩下的 应该是二十亿 对 相当于我要调到零 目前是二十亿 所以说是负二十亿 分入道的写 借应付国力 带其他应付款二十亿 哇 这个人太绕了 我再稍微的来一遍 我在第三年底 应调到零 因为他第三年就没有说不可解锁的 然后我们前边 咱往前倒一下 前边什么先调到六十三 调过五十 追这个十三 是不是调过六十三了 调过六十三 在第二年 他在赎回时 是不是兑了四十二 六十三减四十二 剩的是二十一 那你现在的话呢 从二十一调到零 要往回兑二十一 借应付国力 带其他应付款二十一 他这个计算公式 这块有点绕 它是零 加上五十 加上二点一 乘以二乘以 十减一百 减十三 他是把他那个钉丝帐 一个一个摘上去的 但是这样做的话呢 反而不太好地讲 你就这么想 我要调到的是零 你最早的上一年 是调到六十三 调到六十三的话呢 然后你这儿充了个四十二 这样的话呢 你目前调剩下的是二十一 二十一要调成零 这不负二十一吗 这样做反而好理解 他这个的话呢 完全是根据丁丝帐的数 往上倒的 反而不好理解 那等于说呢 他每年都怎么操作呢 对不可解锁的 先算出到这儿 应该调到多少 再看他曾经调过 曾经转过 剩下多少 然后追调 这么一个思路 那解锁这一块呢 解锁这一块的话呢 直接借其他应付款 带库存股 最后落剩下二五一一 然后把资本公积 五五八零 转成溢价五五八零 这个资本公积 最简单 这三年的提的这个管理费 这个好说 转溢价 其他应付款和库存股 这个二五一一 是怎么来的 我给你画个钉丝杖 咱们找他一下 来我给你对一下 其他应付款 这儿先趴了个六千 第一年充了这仨 我一会儿给你再找一遍 九百一百两百五 第二年充了个 一零三二十三和七十八 第三年充的是 一零三七和二十一 二十一 它是带了一个 最终落的是二五一一 我看看 应该没错 我再来一遍 六千 减九百 减一百 减二百五 然后减一零三二 减十三 再减一个七十八 再减一个一零三七 再加一个二十一 走 二五一一 库存股也是这样的 六千是这登的 然后它一个一个往下抠 六千减九百一个 减三百一个 减一零三二一个 减一百二一个 减一零三七一个 落的是二五一一一 最后的话呢 直接把它对冲 借其他应付 带库存股就可以 这个呢 其他应付款和库存股的数据 我再稍微给你捋一遍 你看最早的话呢 是六千 这不起步吗 一九年的话呢 其他应付款有几个点用啊 这 这儿有一个九百 这儿有一个一百 这儿有一个二百五 这就刚才那仨数嘛 二零年 嗯 这儿有一个一零三二 这儿有一个十三 这儿有一个七十八 这个第二年吧 第三年 这儿有一个一一三七 这这这 然后这儿有一个带二十一 对 就这样一个一个认的 库存股也是这样认的 最后它落的就是刚才说的 那个二五一一 把它对冲就可以 这个题其实最乱行的 就是那个红利 红利那一块的话呢 一定要搞清楚 先算出当年末为止的 预计不可解锁的 那个分红是多少 再去掉前边调过之后 落的那个数 要追认当期应该追调 或者是反冲的情况 那个呢 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推导思路 难度稍微有点大 但并不是不可解 下面我们针对刚才这道案例 总结一下 限制性股票的快据处理 看这儿 杀手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的激励 以非公开方式发行向激励对象授予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 常见的做法是 以非公开方式向激励对象授予一定数量的公司股票 按照它的规定 有一个叫锁定期或解锁期 他这儿说的那个锁定期解锁期 其实就是那个行权的限制条件 在锁定期解锁期内 不得上市流通及转让 达到解锁条件 方可解锁 如果全部或部分股票未被解锁或失效作废 有上市公司按说好的当时的那个原始发行价赎回 一般是按照原始价赎回 快据分路 授予日当天 收到任股款 首先借银行存款 带股本 带资本公积 股本一价 这是正常发股票的价 同时做这个分路 借库存股 败其他应付款 这个额度的话呢 它是按照你的股票数量乘以回购价格 由于回购价一般是当时的原始发行价 所以说通常这个数跟这个数是一样的 而且在这儿呢 我们曾经多次说过 库存股它和这个股本及资本公积 是个背底的关系 底完之后 真正连坠在一起的是 借银行存款 带期担任付款 等待期 等待期的各期费用的计题 它和那个全结算股份支付一模一样 这个呢 没有特色 来咱们看一下 这块最难的就是分红 分红呢 我们刚才说过了 一个是现金红利可撤销 一个是不可撤销 我们刚才那道教学题是可撤销的 所谓可撤销就是 你最后要是没解锁 当时给你的分红是不算数的 不可撤销的话呢 就是不管你解锁还是不解锁 在你的持股期间那个分红都算费 我们先看可撤销流 首先对预计未来能解锁的部分的分红 借利润分配带应付股利 按照同等的金额 借其他应付款带库存股 这个分红在支付时 则是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我们刚才那个提示最后统一给 预计未来不可解锁部分 它对应的分红是借其他应付款 带应付股利 等到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这个是可撤销部分 所谓的预计未来不可解锁部分 那个处理 那你这个可撤销为什么还要支付呢 它这个支付的话呢 是本身当作将来赎回的一部分款项来支付 你看当时咱们做那个题的话呢 赎回时是不是有一个借其他应付款 借什么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没有 那在这儿这个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表面上看是行线给你分红 这怎么能叫可撤销呢 其实是赎回款项的一部分 以这个方式来出现 最终的话呢 那个红利就是不给你 再看那个不可撤销 预计未来可解锁部分 则是借利润分配 但应付股利实际支付时 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比刚才这个要省事的多 然后呢预计未来不可解锁部分呢 是当作费用借记管理费 在应付股利发放时 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现金红利不可撤销 那个简单可撤销最啰嗦 我们看一看解锁日的具体处理 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需要回熟的股票 借股本借资本公积一家带库存股 同时借其他应付款带银行存款 这里面的话呢 如果他把那个红利一直就没给 看到没有 在这儿的话呢 应该同步的借方有个应付股利 我们刚才那个题就是借其他应付款 借应付股利带银行存款 实际上呢表面上看 这个分红不是给了吗 不是的 他是把赎回款的一部分 以红利的充减方式来出现 这是他那个没有达到解锁条件 赎回的部分 达到解锁条件则是借其他应付款 借资本公积带库存股 然后呢 他这儿有一个分路没有写干净 你当初的等待期是不是有 就是其他资本公积当初不是贷吗 在这儿应该有一个借资本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贷资本公积的股本溢价 这个呢 我给你标这儿 就是你等待期 你不是提过资本公积吗 借资本公积 然后把它转为正式的资本公积一价 贷资本公积 你提的时候是资本公积的其他资本公积 当时你是先贷的 你现在形成正式解锁 把它转成正式的资本公积一价 借资本公积 其他贷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应该有这个 他这儿没有显示 因为按照普通的全结算股份支付 那个都应该有 他这儿没写 另外的话呢 这里面的资本公积股本一价 是他们俩的差额 如果存在的话 应该倒计 咱们这样子 做一个考题 看没有综合题 有一段问过这个 这一段是其中的资料二 2017年初 为了鼓励高管 每股五块的价格向 20位高管每人授予50万份限制性股票 发行款5000万 当天收存银行 办理完成 相关的过户 根据他的计划 被授予的高管从17年初开始 要在假公司连续干5年才可以解锁 如果这些高管中途离职 有权按照每股五块赎回 17年底的五年内的高管的离职率 预计是10% 17年初到17年底 股票的市价 授予日这天是每股20 然后年底是每股25 来等会儿 他没有给授予当天的这个 这个激励的每股的供应价 我们可以推一下 他说的是多少钱发行 每股五块 然后刚开始的话呢 就是授予那天的市价是20 说明他便宜了多少 便宜了15块钱一股 一股便宜15 如果一股便宜15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他的单份的供应价 或者叫单位供应价 就是15 这叫授予日供应价 那你说年底的市场价25了 说明这个单份的供应价 应该是涨到了20 没错吧 但是这个咱不认 因为你在做全结算股份支付时 他的供应价只认授予当天的供应价 他不调的 他不调的 那你给这个干嘛用呢 因为这里面有个税务局的口径问题 看这 所的税法规定 富有服务条件的股权激励计划 等待期内的成本费用 不得税前扣除 行权后 根据实际行权时的股份供应价 与激励对象行权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 允许税前扣除 这句话呢翻译成人话就是 这种股权激励 你会计上全责匹配 不是等待期借什么什么费用 贷资本公司吗 这个费用税务局是不认的 税务局认为应该在行权时 根据你到底便宜多少钱的标准 认定他的扣税标准 那这样想的话呢 就会出现个问题 相当于会计上先做费用 税务上后做费用 什么差异啊 可抵扣差异 而且在这儿呢 往往是以期末的市场价 来估计未来扣税的标准 表现在这个题上 那就说 税务局认为将来的扣税尺度是 单份多少公里价 二十 我们看看这个资料让你干嘛 他说应该做多少费用 另外做多少地盐所得税的处理 并把他的相关分路一块写了 咱们先写咱们最简单的啊 发股票 股本贷方是一千 贷方资本公积溢价是四千 借银行存款为五千 第一个发股票 同样的金额借库存股 贷其他应付款五千 走 到年底我们算会计上的费用 是用 等会儿 诈诈诈 二十个人 扣掉百分之十 也就说有多少人会行权 二九一十八 一个人多少份啊 一个人 一个人 五十 一份值多少钱 刚才说了十五 几年进度 五分之一进度 这样子的 十八乘以五十 乘以十五 除以五 他的费用计题是两千七 借管理费用单资本公计两千七 关键是锁的税 这个锁的税 我们将来讲锁的税 那张还要再旧化重题 我在这先给你打个点 当你学完锁的税 记着回来再看它一眼 首先呢 我先说一个问题 就是会计上在等待期 是不是做了费用了 就刚才这个 是不是借管理费 带资本公计了 税务局认为 如果假如会计税务口径 都是两千七的话 税务局认为 这个钱应该在 行权的时候 就五年之后 才会认为扣税 那就相当于会计上 是先做费用 税务上后做支出 这是典型的可抵抗差异 但问题是 税务局认这个两千七吗 税务局不认 税务局认单价是二十 为啥呢 因为税务局说了 年底你的股票共计价二十五 你的认购价是五 因此你这个是一份便宜二十 应该用二十算代价才对 也就是说税务局认为 代价是三千六 你看啊 他这是这么说的 就是如果 按照年底的这个税务局的口径 税务局认为 你的扣税支出应该是这么多 就将来的 十八个人 一个人是五十万份 一份 请注意税务局认为 应该一份值二十 为什么值二十呢 因为税务局认为 年底你的这个股价是二十五 然后你的认购价 只有五块钱 你不是便宜二十块钱吗 便宜二十块钱 单份供给价就是二十 然后以这个再乘五分之一 这是税务局认为 你的标准是这么多 18乘以50乘以20除以五 没错 三千六 税务局认为 你是三千六 他这个的话呢 弄了俩 做法 我觉得有点太绕 他是先做一个年底股票的供应价 什么二十减去二十乘以百分之十 这是行权的人数乘以五十万份 一份市场供应价 每股二十五 这可不是他这个激励政策的单份价值 然后呢 这是他的行权报价五块钱 就是把中间换成五 一个是二十五 其实就是他俩的差 要算的就是二十税务局认可的代价 他俩的差应该是三千六 三千六 但是你会计上你是认的 两千七啊 你税务上扣三千六 这偏差多少 偏差了九百 是九百吧 三千六 两千七就是九百 偏差了九百 偏差九百的话呢 它是这么处理的 首先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贷所得税费 这个是俩分路 它是写成一个 反而绕的 两千七的百分之二十五 贷所得税费用 两千七的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一个 然后你不是差九百吗 它得单写一个 借地盐所得税资产 九百的百分之二十五 这是两百二十五 带什么 带资本公积 你先知道这么做 回头我再讲原理 来我再重复一遍 会计上提的费用是 两千七 税务上说了 应该是三千六 那在这的话呢 首先 会计上提的两千七 是新增科底扣 但是它比税务局认为的 可底扣差异 还差个九百 于是在这呢 对会计上提过 两千七费用的可底扣 应该做这个分路 借地盐所得资产 带所得资产费用 两千七的百分之二十五 税务上认为 你少提的这九百的这个差异 它形成的可底扣 是借地盐所得资产 九百的百分之二十五 带资本公积 九百的百分之二十五 先记住它 为什么这么做 将来讲锁的这一章 这个题我再拎出来 单做一个 下面我们看一下 16年综合题的一段 甲公司15年发生如下事项 其中一个 15年初 甲公司股东大会 通过高管人员 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方案 30位高管 30个 每人每股五块的价格 去购买甲公司 10万股股票 就是发行价是单股五块 这样的话呢 它的总发行收入是1500万 股本是多少 股本是 30 多少股啊 10万股 股本是300万 溢价是1200 是方案生肖之日期 服务期满三年 这是它的解锁的条件 年限标准 还有一个 三年的净私产收益率 平均达到15%或以上 在两个条件 同时满足 中间是钱啊 同时满足 方可有效 同时满足方可有效 还可以解锁 如果没有达到条件 人家购买甲公司 每股五块 往回熟 这是它的第一个条件 2015年初 市价是单股十块 你的发行价是单股五块 所以说它每股便宜五块钱 相当于受益日的供应价是五块钱 别的没什么可聊的 股票发行都已经搞定了 在15年没人走 预计未来也没人走 净私产收益率在15年的话 它是18% 未来的话 三年平均可以达到20%的可能性非常大 在这儿相当于完成了三分之一进度 问这里面应该如何进行处理 包括它的分路应该如何编写 首先应该做全结算股份支付 这里面所认定的同一年的费用 这是十万股 这是它的每股的公允价 这是三十个人 三分之一进度 应该提的是500 首先发行时 借银行存款带股本 带资本攻击股本一件 发行时 限制性股票发行时这么做 同时借库存股带其他应付款 1500 然后呢 刚才说了 费用是500 借管理费用带资本攻击500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用刚才的五块钱 是因为 有关限制性股份的市价是十块 来就这个 这这这这 你的发行价是五块 每股便宜几块 每股便宜五块 在这的话呢 这是它的代价尺度 受益值的公益价 它的差额未来三年内应作为股份支付费用来进行各期的费用的计题 在这的话呢 本身应该作为一个费用的一个权责匹配认定 另外当初为什么走其他应付款 是因为将来如果不够条件是要赎回的 本质上呢 它是一个负债的定位 看见没有 因为库存股和股本资本攻击是背比的关系 因此对于取得的限制性股票 因为来期间在没有达到行权条件时 要以原价赎回 因此在这的话呢 属于负债定位 这是他问的一些简单的基础条件 下面我们看一下19年这个超大的综合体 甲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 为了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 吸引留住优秀人才 制定实施了限制性股票的激励计划 有关事项如下 首先 2006年初 实施经批准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定向发行股票 向20位高管 每人授予50万份 也是50万股 限制性股票 单股面质一块 所得款项为8000万 8000万 来来来 我们看一下他这个分路怎么写 首先 借银行损款肯定是8000万 他贷方的股本是多少 20个人 一人50万份 一份股票面质是一块 那就是1000万的面质 他的资本攻击的股本溢价是7000万 限制性股票登记手续已经完成 以限制性股票授予日的市价 去掉授予价格后的金额 确定他的公允价是12块钱一股 那他的发行价是多少 发行价一股8块 那就说明他的市价是20 这样的话 他是8块钱的发行 显然每股便宜12 公允价就是12 上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在06年初经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授予价格是单份8块 刚才说了 他的整个的限售期是36个月 就是三年的限售期 在限售期内不能够上市 不能够偿还债务 不能够抵押 然后他的解锁条件除了36个月 还有什么 还有营业收入的增长率 三年下来 06 07 08 不低于30% 就大约等于30% 相当于是两个解锁条件 一个是三年服务期 一个是三年的营收的净增长率 不低于30% 在限售期满以后 甲公司为了满足 解锁条件的这种激励对象 办理相关的限售事宜 没有满足的话 在三年之后再给他给钱 也就是说他这个赎回 不是逐步的赎回 是最后统一赎 在这儿呢 我们再强调一下 他这个赎回的时间 是在限售期满之后 这不写着呢吗 甲公司为了满足 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办理的限售事宜 那为满足的话呢 在这儿 他应该赎回 赎回的时间 是在三年之后 来我们先把 他的第一组数据做了 他根据第一组数据写分录 借银行存款8000 带股本1000 带资本公积 股本溢价期间 同步形成负债 借库存股 带其他应付款8000 这是第一步 他那个赎回的价格 就是当时的发行件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的第二组 问每年的费用是多少 首先第一年 06年跑了几个 一个 他的营收增长率为35% 0708预计也可以达到标准 但是预计还要跑两个 总共剩多少人去行权 或者叫多少人会解锁 17个应该是 你看一下 这样算 20个人 跑了一个 预计还要跑两个 这不17个吗 一个人50万份 一份供应价是12块钱 三分之一进度 3400的费用 由于他是高管 所以说是借管理费用 带资本公积3400 第二年 第二年跑了几个 找一下 第二年跑了一个 他的营收增长率33% 预计还要再跑一个 这就说呢 剩17个 17个 20个人 减1减1减1 乘以12 单份供应价 乘以50万股 三分之二进度 减3400等于3400 分入照旧 再看第三年 第三年是08年 没人跑 营收增长率31% 到没到条件 到了 没人跑的话呢 那就是加上 第一年第二年跑的 总共就跑了 20个人减去 第一年跑的 第二年跑的 剩18个人 一份12块钱 50万份 三分之三进度 减去第一年的 第二年的 最后落四千 分入照旧 这是第二组数据 现在最难度的 就是这个分红 我们再往前翻 第二个资料 已经说完了 再看第三个资料 07年度的5月3号 甲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董事局的分红方案 现金红利的 在以06年底的数据 就是限制性股票 包括在内的 所有的4亿5千万股 为基础 每股的红利是1块钱 发行4亿5 根据这个计划 甲公司支付给 限制性股票的 这个红利可撤销 就是如果最后 他没有拿到解锁条件 这个钱是不给的 达到解锁条件 才给 5月25号 把这个分红的话 先支付了 不对啊 你先支付了的话 怎么办呢 如果说你没有达到 解锁条件 不最后才给你赎回吗 那么当初给你 分的这个红利 就充抵一部分款项 有这个意思 来来来 我们先把07年 这事弄清楚 这第二个资料 已经做完了 看第三组 说0708的分红总办 我们先根据07年度的 预计多少要解锁的 20个人 减1减2 这是预计解锁17个人 一个人50万份 一份股票1块钱 850的分红 这个可以解锁 不可解锁的是 撒 然后的话 50万份 一人1块钱 一股败 150万 首先可解锁的部分 是借记利润分配 待应付股率850 然后 同时做其他应付款 待库存股850 这是可解锁的 不可解锁的话呢 是借其他应付款 待应付股率150 这是那个 不考虑限制性股票的 其他股票的这个分红 借利润分配 待应付股率414 这是他具体的全部兑付 借应付股率 待一行存款415 那么那个预计的 不可解锁的那个分红 你给了他 以后怎么办 以后你再赎回 是把这个钱就扣掉 这是一足 到第二年 第二年 等会儿 第二年到底有没有分红 翻一下 光有一个 07年的一个分红 然后07年的一个离职率 再往下 没了 就分了一次红 就分了一次红 那就简单了 他问08年怎么办 08年咱接着来 08年 跟你刚才这个啊 往下走 08年预计跑了多少 留下多少 首先说预计可解锁的是 预计可解锁的是多少人 20减1减1减1 一个人50万份 50万份的话呢 一股一块 然后上次是850 你算一下 20减去2 这18 18乘以50 这不900吗 900乘以1是900 900减去850 应该追人50 借业利润分配 但应付股利50 这个的话呢 这样做有点太简陋不已啊 你得怎么做呢 先算出累积要达到这么多 然后确认过这么多 要追人这么多 同时做其他应付款 大家库存过50 那个不能解锁的话呢 为什么是50呢 因为当初你预计是三个 不能解锁的 后来最后的话呢 是两个 那就说有一个是不是多了 那一个是50万股 一股面值是1块钱 红也是1块钱 这样的话呢 相当于50万当时算多了 往回调一个50 借应付股利 带其他应付款50 是吧 刚才哪个调了 就这个 把这个其中的50调回来 行了 这就是08年的一些处理 来 再往下翻 该熟了吧 我的气太长了 我天哪 我看看有没有辣的 该这个了 该这个了 第六个 说09年1月10号 对于符合解锁条件的900万股 来进行解锁 然后1月20号 对不符合解锁的100万股 进行所谓的赎回 赎回的话呢 因为当初有100万的话呢 已经分过红了 只给它700就行 这个咱们看看分路 来再看这步 你看达到解锁条件的怎么账 借其他应付款6300 这个怎么做呢 它达到解锁条件的是900万股 这是当初属于它的那个其他应付款 因为一股当时发行价是8块嘛 然后的话呢 减掉它对应的850和50 就这个 最早的话呢 这是所有的那个其他应付款 但是属于最后解锁的是其中的900万 对应的那个7200 900万股一股8块嘛 7200 这8000里面的7200属于解锁部分的 解锁部分的话呢 属于它的还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充了个850 然后再往下又 这个不是啊 这是那个不可解锁的 最后的话呢 又又充了一个多少 又充了一个50 这不是6300吗 这是那个解锁部分 借其他应付带库存股的6300 然后借资本攻击 带资本攻击一架 不可解锁的话呢 推前退700 本来应该退800的 但是我那个当初给了你分红 分了100 最后退你700 借其他应付带银行存款700 这是他那个赎回的那个100万股 借股本 借资本攻击一架 带库存股800 这个题更难的是 最后这个美股收益 这个呢 属于美股收益那张 我们在这先告诉你怎么做 然后回头再细讲 06年的美股收益 来来看他这个给的净利润指标 在哪里 这个题太长了 这是他那个数据啊 这有 说05年底发行在外的股数是414 然后06年度 07年度 08年度的净利是 818 917650和1010250 然后问这件事出现了 这个限制性股票 应该怎么算美股收益 是这意思 先看这个 这个这个在这 在这 哎对 头一点简单 直径净利 除以不算限制性股份的414 来算美股两块 到第二年的话呢 注意 850是什么东西 来找一下 850是哪一个 往前翻 850说的这个 这是那个解锁部分的分红 解锁部分的分红 接着要去掉 在净利中把它去掉 然后还是以414为参照 美股是两块 到第三年的美股收益 这个50是谁啊 还是解锁部分的分红 这个 解锁部分的分红 这这这 解锁部分的分红 追认的 把它减掉 减完之后的话呢 再除以414 等于两块两毛吧 为什么减它 你先知道它减 这就说为什么 以后再详细说 那是美股收益 你这样讲的 我再重复一遍 在净利润的基础上 减掉你的 可解锁部分的预计分红 然后的话呢 以它作为分子 除以不算限制性股份的 那个股数 来算它的美股收益 这样算 这道综合体18分 绝对够硬 所以说呢 非常值得一做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它是以限制性股票 充分的展示 限制性股票的所有处理 然后解合了 美股收益的一个 完美穿插 我觉得这个 限制性股票 还应该解合谁啊 所得税 难度会变得更大 这算是这张 最恶心的一个内容 2 0 1 3 3 21 3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